一般客人从买车到交车都要先经过我老板娘耐官 那说到我老板娘不得不佩服她 她总是有办法花两到三倍的时间在坐交车 真的超有耐心的 你来了我们这边请坐 我跟你说我们新车交车要45分钟到一个小时 你应该有预留时间吧 OKOK 我已经跟家里的人说了 好那我们就从新车交车证件开始起 OK 有人说她每卖一台车就会交三个朋友 你们看现在坐在她前面的就是第一位 有些话先说绝对会比问题发生时再来说还要有用 那我们接下来就做新车交车的这些点解 好那麻烦您手机帮我拿出来 帮我下载一下YAMAHA LIVE APP 那我们YAMAHA LIVE APP绑定成功了之后啊 里面有一个预约保养的功能 你可以透过预约保养发送简讯给我们 因为我们的技师都有受过原厂训练认证的技术是有保障的 而且维修用料都有符合车辆性能 零件都有原厂保护 那公司也会建议您如果方便的话 每一万公里要回来做一下大保养 那你确保我们车辆引擎性能 接下来只要你有按照我跟你讲的基本方式下去做保养 我们的车子就会跟新车一样 原来如此那我知道了 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尽量提出 我会尽量回答您 因为这个是你人生中的第一台车子 我希望从我上野交出去的车辆 客人都能够清楚的了解 没有一律的离开 其实这个情形我们也很常见 真的要有人去告诉客人怎么保养车辆 那这也是我们老板娘热爱的事情 这时间她的第二个朋友差不多要出现了 爸你怎么在这儿 你出门都快一小时了 我想说你是不是签完车溜去哪儿玩 还是说问什么改装车的问题 新车都还没上路 你是在急什么啦 不是啦 是老板娘跟我讲得比较仔细 还回答我一些疑虑啊 还可以问问题啊 闪开闪开 老板娘 请问一下 我最近常听说什么电脑喷射车 这什么意思啊 爸我还在交车欸 不要吵 我先请问老板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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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啊 好 老板娘 你这是太细心了 儿子 选对电了 谢谢 爸爸我跟你说 我跟你挂保证 儿子刚才讲的事情呢 都是新车交车维护这些东西 没有讲到其他的地方 因为儿子是第一次买车啊 所以我讲的会比较久一点点 你真不好意思 不会啦 谢谢 是不是很少遇到 这么用心在讲解的老板娘呢 花这么长的时间在做解说 那还没有结束哦 这时间 老板娘的第三个朋友 即将出现了 我希望她会把揮她一样的功能 我就想说你们两个跑去哪里野了 原来在这边跟美女抬杠啊 不是啦老婆 我们再听老板娘讲用车的详细资料啦 对对对对 这位美女 听说你有跟老公问加油的问题 加92跟加95有什么差别是吧 啊 对对 没错 那要不要一起听呢 我正要解释 好啊好啊 去旁边 起来 快 快 哦原来是这样哦 谢谢你花时间跟我们说明 我还想说他们两个亲人新车就跑去玩的咧 不会啦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那我们今天新车交车的部分已经差不多了 我们待会就移动到旁边 有我们的技师跟您交接怎么样车辆操作使用 OK 好啊 那我们这边请中 好 谢谢 你好 现在帮你叫新车好台 好 哎 要起回去了啊 哈哈哈哈 哎 哎 不对啊 啊三个人要怎么回去 嗯 那当然是你走路我给儿子载啊 又我走路 拜拜 哈哈哈哈 哎 哎 哎 不对啊 啊三个人要怎么回去 哎 嗯